新时代女性的三从四德 从不温柔 从不体贴 从不经历 你说不对 在家要服从 出门要听从 她一走你还得跟从 那四德 说不得 打不得 骂不得 惹不得 你反正 很多种说法 当然了 这是一个噱头 也有好的说法 但是 比起古话 那些经典流传千百年的来说 我们现在这些只是一个时代暂时性的 说法 你说 跟现在还符合 但不一定就能经得起 长期的考验 那你这个时代就不正常 这些话 人一走 差一两 这流行而已 这些话 就不见了 这不能立言 所以我们还是要拿出 以前的说法 那你说还符合现在吗 先听听 三重 未嫁从妇 即嫁从妇 妇死从子 我们先说这 这到哪算了 未嫁从妇 一个女孩子 她本身是柔弱的 在各方面都像小孩子 说话的声音 跟小孩子就很接近 那小的时候 当然都是小孩 不分男女 那长大以后你会发现 女人说话声音也像 也好吃 就是跟自己孩子一起去抢 当然了 这是一种玩笑 但是他们真的 喜好的东西 往往跟小孩子一样 也喜欢跟他们在一起 男人就不一样 那古话说 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余丹老师 曾经火过 当然也有很多批判 批的也有一定道理 但是人家火也有他的道理 文采飞扬 那其中 最认可的 他把小人 比作小孩子 我们想一想 这种 从未有过的解释 好像很有意思 那小人相对的是大人 大人 你就要懂事 那我们说 古代所谓的大人 就是有大格局的人 能掌控 一件事 一个整体的是非 包括丈夫 你看都是有大的字 一丈之父 不是说他要说了算 他要为了大家 整体长远 考虑 你才会尊敬他 才会真的内心听从他 那小人 那小人就不懂事 就像小孩子一样 你说小孩子 真真可爱 那他什么都想要 那他没有什么用 你给他 看到他就想要 所以你要教他 所以我们就不多说了 又好像男女其实 女人他有 女人自己的 特长 有他擅长的方面 有他的特点 那一个女孩子 还没出门之前 他除了上小学的时候 好像女性男妈比男孩子 发育快 打架男孩子都打不过他 但是 慢慢的 会慢下来 会显出他女性的一些品质 柔弱 那你就 首先服从刚强 你想以柔克刚 那是后话 那谁是一家这种父亲 我们再说 我去看那一下子 我去看你 如果跟他准备吗 他们就能帮我